今天来玩超能勇士里的融合变体快刀勇士 快刀的原生体实际上是巨无霸 但是由于其程序的破坏 然后扫描了两种动物 也就是蝎子和蛇 然后就成为了一名原始兽 因为程序受到破坏 所以就使他的性格就变得一场好战 但是从他的表现来看 他就是个十足的废物 而且平时骚化也很多 玩具采用大量透明件 虽然是整体颜值得到提高 但是质量却得不到保障 经常容易裂 这个玩具其实有两种配色方案 常见的版本就是美版和日版 美版的这个腿是黄色的 而日版的腿是橘色的 然后就是美版的人形头雕 没多少上漆 日版的就丰富一些 所以也还原一些 两个玩具的刚印虽然都是1997年 但是日版是在1999年发售的 其他也就没什么大区别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发现 他野兽形态下有人形头雕暴露了 其实这个东西在动画里 还真的有刻画出来 不过偶尔也会消失 下面就看看野兽形态下的玩法吧 他这个眼镜舌头是可以吸水的 然后捏一下就可以喷出去 在日版配音里 这个舌头还会叫 不过显得很突兀 下面就看看变形结构吧 快刀勇士变形 真神奇啊 融合遍体的人形 随便看看就行了 因为野兽形态已经足够帅了 虽然这款没有累赘的背包 但是双手的畸形 就显得美形度很差 快刀在动画里的表现 也就是炮灰级别 但是他的人气又没有黄蜂狗 再加上人形的形象 又不可爱又不帅 所以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